大家好我是潘德 今天要介紹一個新的AI軟體 叫做Leon那多 怎麼用呢 我們先點寫下方的連結 在網址有個信箱 我們先給它註冊下去 填寫你的信箱註冊下去 填寫完之後 它會輸入 Oh Hey 歡迎加入這個東西 然後你要用Discode登錄 如果看不懂英文沒關係 我教過你嘛 翻成中文就有囉 然後再用你的信箱去收到 你的Leon那多的註冊信 歡迎你註冊到Leon那多 然後我們就要點去Discode加入喔 加入之後它會說 它會說你已經沒加入到Leon那多 目前有三萬兩千多人上線 我們接受 好了之後我們點上那個Lunch AVV給它點下去 點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說啊有英文看不夠不用 我們按中文看得到齁 你需要被列入白名單才能登錄 是的 我有去列入白名單了 我點這個 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 我們又Google給它 登錄一下 我們先 那登錄完之後呢 他就說 啊 他要做一個小調查 就設入一個名字 好 我們打一個名字下去 好 那之後我們來到 里安納多首頁 我們就看到最上面 最上面是創作的風格 然後下面呢 就是創作的熱門 然後我們想說 都是英文沒關係 我教過你了嘛 我們中文給他點下去 你就看到他很多的中文的內容 那我們就看到 好 這邊有個TOKENS TOKENS就是 你每一張生產的圖片 都會扣掉他的大幣 你也可以點點升級 升級的話 每個月就是要收錢 就是要收錢 再來我們看到 加顧名思義就是首頁 社區的動態呢 也就是說 熱門的所有圖片 都會在這裡 那這個是個人的 個人的圖片 你生產的圖片 都會在這裡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 OTRINE OTRINE的話是訓練的模型 訓練的模型在這裡 那我們先點 微調模型 點微調模型 那要選擇你想要的風格 好 比如說我想要的風格是 這個好了 點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 別人深層用這個風格 深層的很多的圖片 我們隨便點這樣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它深層的PWANG 提示詞 等等 跟廠漾的部署 然後我們就回到這裡 我們點 深層 這樣我們看到的真的是 你剛剛選的模組 叫做 JSharper的模組 你也可以點進去 選擇你想要的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 Stable Debution的1.5 我們就可以改成1.5的模型 也可以選擇 尼亞拉多自帶的模型 那我們回到 剛剛我們選的 Dream Shopper的模型之後 我們看到右邊 我們看到右邊 右邊有選擇 你想要的風格 尼亞拉多的風格 跟NONE 沒有的風格 那我選擇NONE 這個有個反向的提示詞 就是說 你不要給他多伸出個腳 多伸出個手 然後給他一個指令 這樣子 再來我們看到 Point Magic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你生成的咒语 它會有更精準度的輸出 但是呢 它會要扣掉你的Token 也就是你代幣的部分 再來我們看到 Image Generation 也就是圖片生成 你只要點下去 就可以圖片生成 再來我們看到 旁邊有一個 Oppoint的提示詞 自動生成 這只有 里奧娜多獨特的系統材料 我們點進去之後 這邊可以生成 你要多少個提示詞 比如說我要6個 讓它自動生成的提示詞 然後我把貼上 一個女孩穿著和服 然後我們點idea 點下去 然後就會出現 6個 它給你一個 參考提示詞的內容 它想說都英文 你看不懂沒關係 我們點右鍵 它就會給你一個idea 你打出相關的一個提示詞 它就給你一個idea 再來我們看到左邊 左邊是你生成的數量 比如說我要4張 然後下面這好像是 生成的解析度 再來我們看到 guidance scale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生成你的 咒语的權重 你權重越高的話 生成的咒语就越精準 再來我們看到 這個是tiny 也就是背景圖的部分 再來我們看到 Control layer Control layer是什麼 就是你的pose Control它的動作 那我們先點一張圖片 我們點一張圖片 然後拖進去 拖進去 你看到悟空這個pose 這個時候就可以點 Control layer 然後我們往下面看 再來我們看到 Strive 也就是它生成的強度 你數值越高的話 所擺出的動作 就越精準 好了之後 我們選擇 你想要提示詞內容 比如說 我想要這個提示詞內容 我們就按 Generate 生成 然後我們看到右邊 右邊你生成的四張 然後就在扣掉你的 代皮的部分 好 之後我們看一下 悟空女孩 Control layer的姿勢 可是呢 它的Control layer的姿勢 還是有表現出來 但手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需要加強的 然後這時候 我們把悟空把它去除掉 最後再試一下 提示詞 看看生出來的效果如何 然後關鍵詞的部分 我也打完了 我選擇 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 我給它貼上去 然後我選擇的模型是 Stable Division 1.5的模型 然後我一樣給它四張 然後我們最後看一下 生成的效果如何 然後我們看一下 最後生成的效果 日本武士 我覺得還是有點差強能力 沒關係 我們點進去看一下 如果你這時候 你不想要這張圖的話 你可以刪掉 然後這邊有個下載 叫Download Image的部分 然後這個可以縮放它的大小 可是如果它是英文的話 沒關係 你是右鍵的給它轉成繁體 然後就能看見 它是縮放的圖像 但是它要花你五個代幣的部分 然後我們把它點一下 縮放看一下效果如何 然後我們看到這是 圓圖的部分 縮放之後 它就往後了 它就往後了 再來我們看到去背 移除背景直流 這個人物 我們點效果 這是圓圖 未縮放 這是無背景 這個是去背的畫面 再來我們看到最後 最後是什麼呢 最後是可以改變它的圖像 把它圖像放大 把它的圖像放大 讓它的細節 它的精細度 會更明顯 我們點一下放大 我們看一下 圓圖 然後放大之後 它的精細度 就提高了很多 好了今天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介紹一些 利用納多的其他功能 我們下次見 掰掰喔 我們下次見